Hello大家好 我是阿花 話說上一條影片剛剛才說完 好久沒買手袋了 好久沒跟大家開箱了 所以 回到進度 一次過連續拍兩條手袋開箱 招題都看到了 我這次買了一大一小的Chanel 我想 我想 好像在玩紅綠燈一樣 我想先開小盒 因為這個是一對耳環 我自己都沒試過戴上耳的效果是怎樣 來了 一罐Chanel飾物的包裝 今次買這個款 都是他們最經典的CCLogo耳環 其實這個CCLogo耳環 我本身都有一對 就是這一對 小它差不多三分之一 小這隻已經買了一年多了 它的使用度是非常之高的 好襯好白搭 小小隻 不會很誇張 但它又可以點綴到整個造型 所以今次都買了同一樣的CCLogo 當然它的款式是有少少不同的 小這個全粒都是石 但這個它有珠珠和石 中間會多了一條銀色的線 還有少少立體 戴上耳朵 好痛 我這邊的耳孔沒有20年 都有19年 但到今天它還是會流血 或者有時候會腫了發炎 好像用針撩的傷口 這邊是完全沒問題的 一戴就戴到了 它大隻一點 所以它還是會浮誇一點 其實我買的時候 它另外還有一隻有個圈圈圈 整體的尺寸都差不多 其實那隻我都很心動 但那隻會偏了去復古多些 我怕相對會比較難配 所以最後還是選了 就是CCLogo這款 忘了說它的價錢 我覺得挺划算的 因為它是3100元而已 小這隻也要2900多 所以感覺上這隻很划算 它尺寸也得一點 不過我老實說 大這隻是沒有小這個那麼好配的 我帶一隻小的給你看看 大和鎚都有點痛 又要自虐一次 雖然它經常發炎流血 但它從來都沒有過口 這個其實是比較好看的 如果你問我 你只有3千元 不是 你只有3100元而已 買哪隻好 你想是超白的 整天都帶的 甚至乎每天都帶到的 一定是這隻 還有這隻 這隻也是比較閃 但這隻是C神款 即是它今季買完 可能就不會再有了 但這隻應該是一路一路都會翻貨 再看一次 大 小 雖然它帶這隻 我覺得有三倍那麼多 但它重量是沒有三倍的 比我想像中輕的 我上個星期 在Dior又買了另一隻耳環 我承認我最近有點病態 很想買東西 我想大家都明白 最近大家都應該很大壓力 很多東西屈住 很想發洩 但用自己賺回來的錢 哄自己開心 沒問題 說回Dior的耳環 它就是整個金屬 拉一個圈圈 都粗的 這隻戴上耳朵 真的有少少重 而這隻我覺得真的完全不重 就算你搖的時候 也不會覺得它好像 好像在這裡搖一搖一搖一搖 耳環的部分就是這裡 終於都要開這個 很好看 讓我拍張薩膏 我怕我待會就包不回 它 隨便包著 包得很臭 包得很省 但開它之前 我們先欣賞一下 它用心的包裝 真的有點重 ok 欣賞完之後就開了 完全撕到爛了 我想很多人都猜到了 我買了Chanel 19 先拆上去 好開心啊 真的很帥啊 它就是去年2019年出的袋款 它一出的時候 我又是已經很想買很喜歡的了 它是黑色來的 啊有珠 我興奮的心情有少少被蓋過了 話說上年它一出的時候 我已經看中了它 我覺得Chanel出這麼多款袋 它是最搭我的 而且都是我第一眼看下去 我就覺得這個袋我要買 但為什麼上年出的時候沒有買到呢 因為它很多人搶 沒什麼size 沒什麼色美 之後就疫情了 疫情的時候就免費這麼多錢 省一點 但是今個月開始我真的很益 很想買東西啊 然後我就多口問過sales 有沒有這個袋的顏色 我很想看一下它的顏色 sales竟然跟我說有 還要全港只剩兩個 我當然想馬上衝出去買 但疫情的關係 又不想特意出去買袋 所以昨天出去尖沙桌做事的時候 我又多口問過sales 有沒有顏色 竟然昨天還多了貨 所以我去做事之前 我就拜會了一下Chanel 就帶了它回來了 但為什麼到最後它是黑色的呢 其實Nude色那個都很漂亮的 我都想了很久 Nude還是黑 其實我心想買一個淺色的袋子 但黑色這款 它的復古金 這些銀 這些金 真的搭配得很漂亮 而且一看就 哇 濃濃的Chanel味 而Nude色那個 因為它比較柔和 那些顏色 更像一點 就變了沒有那麼突出 其實我第一回合 我是說 好啦 我要Nude色 反正我是想買一個淺色的袋子 但我的Sales真的很好 我要推介給大家 它就是廣東道的mini 它是很願意你想看什麼款 它都拿給你看的 你買東西的期間 它完全沒有給你任何壓力 好 你要Nude色 立刻買單 它完全不是這樣 還要之前 其實我是沒有光顧過它 都是很好 問它什麼 它基本上很快就能回答你 好啦 說回這個袋子 我買這個就是Chanel 19 黑色 Small Size 這個就是羊仔皮 大菱形的夾紋 成為36,100元 CC扣的中間 就會有個位置可以留開 你看到它是比較軟的 整個袋子 裡面就是紅色的 這裡有一個暗格 暗格裡面就是 都很寬敞的 讓它後面還有一個位置可以放東西 還有一個小扣 也是因為它整個袋夠軟 它放多的電話之餘 應該還有一把位置可以放些錢 或者卡片套都沒問題 相對地它就沒有硬身皮那些 那麼挺身的 放得不好的話 這些位置很容易會變形 但我還沒知道 我還沒用 老實說這鍊 其實它是有少少重量的 整個袋子的皮是不重的 只是那些鍊重的而已 最漂亮就是它這個 復古CC的logo 除了可以這樣側背 斜背之外 這樣手拿著它 我覺得都很好看 我們又試試把我平常用的東西放進去 昨天我就是帶這個袋出街的 卡住 消毒濕紙巾 粉餅 耳機 又是這把風扇 紙巾 這個鎖匙扣 每次出現都有很多人問我 其實我都介紹過三四五六七次 雖然我就不再多說了 不過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因為它是小店而已 還要在台灣買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看看它會不會網購到來香港 成高成高成高 差不多敷了八成 它還有位置 但你看到這個袋子也不會脹瀑 還是保持到它本身的形狀 剛剛我放的是卡住 我現在試試 放大一點的錢包 其實我看大一點的錢包 真的大一點 真的沒有什麼分別放進去 我在現場的時候 我都試過放長錢包 但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可能會多些其他垃圾東西放 就不會放長錢包 我嘗試把VLOG機放進去 放了小相機之後 真的佔了九成半 差不多敷了 對 完全沒問題 不過很重 好了 今次這條槽炒中的開箱片 就是這麼多 平時買手袋 其實都會聽到很多道理 尤其是CHANEL 很耐用 用到八十歲都可以 當投資 有些款式甚至說 買了就賺了 在我而言 其實買一個手袋 最重要是 我自己喜歡 我不管它 買出去有多少錢 因為我一個袋買回來 我其實是 完全不會預算 我有一天會買出去的 當然啦 可能你本身是斷捨離的人 家裡不可以超過太多袋 或者土地的問題 你買一個就要買一個 這就是你的考慮因素 但我覺得不是適用於任何人 我覺得買一個袋 真的最重要是自己喜歡 而且真的用得著 可以配合平時自己的衣著 還有 有一點最重要的 就是 你有多餘的閒錢才可以去買 經常聽到借錢廣告的人 借錢買東西 我就 翻白眼了 雖然經常說 自己賺錢買給自己 沒什麼問題 但我都建議大家 真的有那個袋 價錢的三四五六倍的閒錢 大家先去買 我之前聽過有人說 Chanel的袋子很經典 甚至我去到八十歲 我拿了它 都是很經典很時尚 你肯定八十歲 我們都還會用這些東西嗎 說不定的 雖然Chanel的很多袋子 都是很經典的 都可以用到三五七年 不過說到八十歲 我覺得太誇張了 而且如果你說投資 不如你買金 或者Low都更好 袋子這家東西 基本上你沒用過 買回來已經是虧的 不要聽大字標題 說買到賺到的東西 我更加覺得 不應該買個袋子回來 是超級無敵 去疼住它 就是你為了要買回來 又要買出去 又要超級疼住它 來用 其實我覺得是 這件事挺愚蠢的 對吧 別人身邊說的 什麼 那個款式保值 那個款式經典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其實你當那些是Bonus 最緊要是你自己喜歡 好了 今次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以上這條影片絕對沒有說 也沒有鼓吹給大家買名牌的意思 只是我自己想買 又買到 又開心 然後再和大家開心分享 好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完全 不要轉 不要轉 不如我試一下這樣拿著 對到這麼近說 到時這條影片剪的時候 然後呢 就把那個背景聲 降到最低 唉 來了 它還有一點點立體 的